欢迎收看YuYi的YuYi 欢迎收看YuYi的YuYi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肺炎 在世界各地都闹得沸沸扬扬 人心惶惶 而日本也深受影响 2月5日早上日本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33个KS 是中国以外确诊人数最高的国家 当然啦 这跟日本的三次撤侨计划也有很大的关系 随着疫情的扩散 在日本戴口罩的人数有逐渐增加 可是和台湾相比 在日本戴口罩还是明显少数的 Nagoya民谷屋是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的核心城市 在各都市的人口排名民谷屋也是排名第四的哦 在这样热闹繁华的地区 尤其是人口有这么多的地方 其实明明应该更注重防疫才对 可是除了像是Big Camera这种观光客喜欢去的地方 这种服务业的店员以外 我在路上行人或是电车里面的乘客 戴口罩的人绝对不超过一半 甚至可能不到三分之一 明明是出了名爱戴口罩的日本 连素颜都要戴口罩的樱花妹子 在面对新型的肺炎爆发 戴口罩的人却意外的少是为什么呢 我非常好奇 所以我爬了三天的文 这里出来的三个重点要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日本人不戴口罩 他们在想什么呢 因为这次新型肺炎爆发的期间 刚好正值春节假期 而日本又是非常多观光客喜欢来的地方 所以不少的中国游客 在日本药妆店大量扫货 导致库存大大减少 可能使得想要戴口罩的日本人 他们可能因为买不到口罩而被迫选择不得不戴口罩 但是我住的地方并不是观光区 离车站也有一段距离 但是附近的邻居还有每天通行的女子高中生 也很少人有在戴口罩的 毕竟我上周二去买的时候都还库存非常充足 周五去买的时候也还勉强可以买到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日本人不戴口罩最主要的原因 2. 保护效果是限定的 其实多数不戴口罩的日本人 他们是认为戴口罩没有太大的预防效果 一开始我看到这个理由的时候我也很惊讶 但研究了几篇报导和卡文之后 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觉得 假如说今天病毒是透过空气传染 病毒就有可能从你脸和口罩的空隙之间入侵 或是有从旁边飘进去等等 如此一来口罩实质上的效果就不太大 如果今天病毒是透过飞沫传染的话 一个感染者在打喷嚏或咳嗽的时候 那个病毒跟他的飞沫一起喷出去 刚好你在附近 而刚好这个飞沫又喷到你脸上被口罩覆盖的地方 那么口罩就有可能保护你不受到病毒的入侵而达到预防的作用 但日本人认为只要在这种巧合没有发生的情况之下 戴口罩其实就只是会造成呼吸上有点困难 还有眼睛起雾等等种种的不便 所以比起健康的人戴口罩来预防感染 日本人认为口罩的最大用途应该是让已经感染者或是疑似感染者来使用 避免自己的口罩透过打喷嚏或咳嗽等等行为来扩散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除了前面提到的空气传染还有飞沫传染以外 第三种病毒的传染途径就是接触传染 假如说今天一个感染者打喷嚏的时候用手遮住他的口罩 他在用这只可能有病毒附着的手在那边都摸摸吸摸摸到处乱摸的话 那病毒就有可能附着在被他摸过的东西上面 假如说他今天用这只手握住了电车内的扶手 然后在鸣鼓屋站下车 我在鸣鼓屋站上车但我不知道这根扶手被他摸过 我握了跟他一样的扶手 我在用这只手去揉眼睛挖鼻石或是没洗手直接拿东西吃的话 那病毒就很有可能接触到这些部位的黏膜使我受到感染 另外根据个2016年发表的研究指出 人类平均一个小时会触摸到你的脸23次 连结我会贴在下面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 所以你仔细想想看是你会用手摸脸的几率高 还是你遇到有一个人在你旁边打喷嚏刚好飞到你的脸上的几率高呢 另外有个说法是其实戴口罩会增加你用手去碰到脸的次数 比如说你可能不舒服或是要调整口罩之类的 你这样子碰到脸其实反而让你有更高的几率受到感染 毕竟这些被口罩隔绝在外的病菌啊 很有可能都会附着在你口罩的表面 他们就像是在你的口罩上开趴一样 这时候你再用你的手去碰你的口罩 同时你又碰到你的鼻子或是你揉眼睛之类的 那这些病菌不就更嗨 因此比起戴口罩日本还是更提倡勤洗手 还有尽量不要用你的手去碰到你的眼口鼻 啊我都说了这么多你干嘛还戴口罩 好的以上三点就是日本人为什么不戴口罩的原因统整分享 虽然也不是不能理解他们的想法 可是我同时又很担心日本的疫情会在潜伏期两周过后 如雨后春笋般一样大爆发 为什么会有这个担忧? 其实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是在日本第一批撤侨计划当中有两名日本人 他们没有出现任何身体不适的症状 可是却在检测后撤出阳性反应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有一名四十几岁的男性 也是第一批撤侨计划当中的人 虽然他有感到身体不舒服 可是第一次并没有检测出来 可是后来第二次检测的结果是阳性反应确定感染 你们懂我想要说什么吗? 即使一开始你身体上没有任何症状 或是一开始你检测出来是阴性反应 这都不能完全代表你没有被感染 通过刚才两个例子证明 其实你有可能是已经被感染了 只是还在潜伏起 最侥幸的以为自己没事 再加上觉得口罩没有预防效果 所以没戴口罩 那你就忽略了自己可能是病原体而不自知 在不知不觉中 散播病毒散播爱 虽然这几天大概就是这一两天 戴口罩的人数有明显的增加 但现在开始也太晚了吧 这次日本的防疫实在有太多的缺失和漏洞 比如说他们让第一批撤侨的日人当中 有两个人拒绝接受检查 然后还让有得病的人召开记者会 让部分检验后看似没有问题的人回家自行隔离 还有在饭店隔离的时候 因为房间不够 两个人被迫住在一间一起隔离 这些夸当行为都可能让病毒在这段期间 已经扩散到日本的各个角落了 而这时候你才开始想想 想必是为时已晚 而且其实口罩现在已经也买不太到了 包括我住的这个乡下地方 反观这次台湾的防疫就做得非常积极 政府也在极力确保 每个人都有口罩可以使用 让真正有需要的人 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用口罩 我不是医生也不是专家 所以如果觉得资讯有误或是有疑问的话 都欢迎留言指证跟讨论哦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帮我按赞并分享给你的家人的朋友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住在日本的台湾 唐欣子娘 Yuiです YouTube主要分享在日本的工作经验 还有分享日本的文化体验 如果有兴趣的话订阅お願いします